好,歡迎大家收看今集 我是小提琴手葉小熙 今次看的就是八級考試曲A2的這一首 由Vercini所寫的 Sonata in E minor的第一樂章 Alegro 這首歌我們有什麼可以說的呢? 我覺得其實一首歌 如果那首歌是沒有拉過的 先看看這一首歌 有沒有什麼地方你覺得很特別 可以是那個旋律 或者可以是一個短句 旋律不一定是幾個小節那麼長的 可以是一個小節裡面的幾個音 這個短句 找這些地方出來 如果你是覺得特別的話 特別不一定是可以很好聽 或者是可以很難聽 或者是可以很奇怪 主要是很特別 你可能第一次聽這些音的時候 你覺得沒有什麼大的感覺 但是不知為什麼呢? 聽到第二、第三次的時候 你覺得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不是那麼尋常 不是經常會看到那些作曲家 是這樣去寫法的 找這些地方出來 然後呢 就去練 我自己覺得呢 譬如一開始的那個旋律 那個主題 是很少人會這樣寫 重複 一開始已經給你八個音是重複的 兩次、兩、三次這樣 是很少有的 好的 那這個時候 譬如我要拉這首歌的時候 那我就會問 哦 那它重複了兩次 那 可不可以有些變化呢? 還是 一定不會是八個音 一模一樣 這樣去拉 譬如是 是細聲去到大聲 還是大聲去到細聲 還是會不會是 大聲細聲 或者是 大細聲大聲呢? 找一個方法 拉的方法 自己是喜歡的 好聽的 那可能你會問 如果我要拉細聲去到大聲 但是那份譜 不是這樣寫的 譬如一看那份譜 一開始的時候 它寫著forte 括好forte 大家見到 逢是baroque period的作品 很多時候那些大細聲 都不是那個作曲家的意思 baroque period的時期 是可以給演奏的人 是很大自由度 甚至是每一次表演 那個大細聲 地方都可以不同 所以它不會真的捨死 只不過後人 距離那個時期很遠 反而我們就不記得了 未必記得是怎樣拉 所以有時候就會有一些 編輯是加他們自己的意思下去 當然這些大細聲的指示 可能都是有一些事實的根據 但是大家看到 其實也是那個編輯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要拉這首歌的時候 會不會我一開始拉的時候 我不敢跟它那個指示 是大聲 我是由細聲開始 有點衝快 會不會是這樣呢 不知道 沒有一個對或者錯 那純粹是你喜歡不喜歡 你覺得好不好聽 有不有趣 這個地方重複幾次 後面也有些地方是這樣的 為什麼Viracini這首歌會有這樣的特質呢 等一下我會講一下 但是除了剛剛那個地方 我們看到重複之外 還有沒有第二個地方呢 Bar 53 在53小節 我都不記得拉了幾次了 我都不記得拉了幾次了 大家看到如果不是去做一些變化的話 是很容易拉一下自己都不知道拉到哪裡 所以這裡一定不會六次是一樣的 會不會是佔大呢 可能是第一次是由Metso Forte 去到Forte 然後在55小節那裡 會不會是Piano 去到Metso Piano 會不會是這樣呢 會不會是有層次呢 第二樣我覺得特別的就是 就是那個Exidental 以及那個Interval 譬如在Bar 6 第六小節已經有 在音樂上呢 逢是看到一些這麼遠的Interval 還要是連續兩次這樣出的話呢 那個地方是不尋常的 是那個作曲家呢 是在表達一些東西的 看一下 你看不看得出 或者你感不感覺到那個 這個Interval的特有的性格在 有一個地方真是很奇怪的 二十一小節呢 我們以為呢 啊 可以鬆一口氣了 那個音樂呢 是去到G Major 但是在 我們以為會 停在G Major的時候呢 那個作曲家 忽然間 給了一些這樣的 旋律出來 G Major 會令我們呢 有個問號 到底現在 那個音樂上是怎樣的 好像他自己都沒有想清楚 那樣 當然他想清楚啦 但是在音樂上呢 是好像很多疑問那樣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 當你看到那份譜呢 如果他有很多 Accidentals 可能在一個小節裏面呢 出現了兩個 甚至三個 那那個地方呢 不妨呢 給多一點時間 去拉一下它 萬連拉一下它 看一下你覺得那個小節 是不是真的這麼簡單 我們講回剛才 Bar 22 那些 這些不是一些 是令人舒服的 Interval來的 尤其是你是 尤其是我們是由G Major 都還沒完 是很不舒服的 是很拿著的 這幾個音 如果真的 如果真的 in tempo去拉的時候 可能你 這個一秒都不夠的 幾個音 你眨眼就過了 但是 試一下放大去看一下 你就會看到 究竟這些音是 不應該出現的 但是 寫了在這裡 到底想去哪裡 出現了 G Major 還有的 譬如在首歌 完的時候 在第六十五小節 也是有類似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最多都是以為 去到E minor 那就了一件事 但是它一完之前 都是要 給人一些感覺 到底我想去哪裡 到底是不是真的這麼簡單 剛才我們說 有很遠的Interval的時候 我們要留意 這個地方就是 由最低的那個音 去到最高的那個音 大家可以數到 有多少度 這裡 然後 還未完 它可以這樣寫的 但它不是 它是 然後 它可以這樣 但不是 是 然後 然後 怎麼樣 是 很 要心要肺的 所以 嘗試找這些音 出來 找到之後 然後 萬年 放大它 當你 萬年 你感覺到了 那你快的時候 你才會 你才會 將那個感覺 都拉出來 如果不是 我們純粹知道 有這些Interval 這樣 但你沒有去強調 就好像我們 如果去吃東西 去品嘗 一道菜 或者去 喝咖啡 這樣 我們不會 一喝 一擠這些東西 就馬上吞 是不是 我們會 看看那種味道 是怎樣 現在就是要這樣 萬年 除了要來練音準 練節奏 這個是最基本的 練法之外 Accidentals 都可以萬年 那你就會看到 原來這首歌 並不是那麼簡單 它是有意思的 為什麼它要 常常在別人 以為 手歌完了 它忽然間 放一句這樣的東西 是 而那句話 並不是 你猜到它會 有些什麼音 是 出現很多 的 好了 我們找到這些特點之後 我們可以 退回後一步 試一下用一個 大一點的角度去看 看一下 究竟這首歌的 句子的結構是怎樣 什麼意思呢 譬如一開始的時候 bar one 我想問一下 bar one 這一句 是去到哪裏才完呢 它不是一個小節一句 不是兩個小節一句 其實是由 我自己覺得是由 一小節第一小節 是去到第五小節 在一個rest那裏 那裏才是為之一句 一個長的句子 大家聽到那個句子的性格 這裏幾個bar是很像的 是在講同一件事 然後才是第二件事 我這裏特意將它那個bowing 轉了 我想試一下 會不會用一種 比較legato少少的方法去拉出來 這裏是第二句 然後第三句 這裏是第二句 然後第三句 第三句 第三句的特點就是 準備去G major 準備去它的relative major 所以試一下用這個方法去看一首歌的話 這首歌就會有趣很多 看看這首歌是怎樣 由一個key 去另一個key 譬如剛才我們說 由E minor去到G major 剛剛完結的時候 大概第十五個小節 第十六個小節 我們知道這首歌 是會去到G major 但是是否一直都是G major 不是 因為剛才都講過 G major 是去到 第十一小節之後 我們其實就是要去找這些變法 還記不記得剛才我們一開始講的時候 我說這一首歌 那個主題 是重複幾次 如果我們真的拉得多的時候 慢慢我會發覺這首歌 其實是很煩 就算主題去到那個repeat之後 變成 major 好像很開心 但是你覺得開心 都不用說這麼多次 是很煩的 為什麼呢 我覺得是因為跟那個key有關 E minor E minor不是一個開心的key 是悲傷的key 但是悲傷得來 是有一種心神不定 助立不安 好像很不聚財 好像在轉牛角尖 那樣的一個感覺 而這件事不是我說的 是一個叫做ernst power的作曲家 鋼琴家說的 他就是說這一種就是E minor的特質 所以我們看到這首歌 有這麼多這些重複幾次的地方 我不知道 譬如如果你拉這首歌 你知道這些東西 會不會是令你有一個新的角度去拉這一首歌 我肯定還有很多東西是未發現 我剛才只不過說了兩樣 譬如那個accidentals 譬如那些很大的interval 但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出發點 可以從這裡去開始 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看鋼琴譜 或者你聽recording的時候 特意不要聽那個旋律 不要聽那個小提琴譜 聽一下那個鋼琴譜 聽一下下面的鋼琴譜 有些什麼東西 很多時候鋼琴譜有的東西 未必小提琴譜有的 小提琴譜譜有的 看一下那些地方在哪 然後在小提琴譜譜 怎樣去回應鋼琴的那些短句 或者那些特別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 如果我的話 我會怎樣去練這首歌 如果不是其實這首歌 是一點都不難的 那些音是 雖然間不中是有些exidentals 但是如果你拉準了一些exidentals 拉準了那些節奏 是不是等於有趣 是不是等於好聽呢 那我覺得是可以再好一點 好像砌模型 如果你喜歡砌模型 你跟著那個說明書去砌 砌完之後 你是會砌了一個高達 或者一輛車 但是那輛車是未上有 可能那些摺後位 還是有很大條縫 那如果你想一輛車 看起來比較漂亮 那其實你很多是可以去做的 那我希望今集是 可以給大家一些 給大家一些ideas 如果有問題的 歡迎在那個comment那裡 告訴我 我是小提琴手葉小熙 下一集 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 大家看到這隻貓 牠是專門在我做正經事的時候 牠就會咬的了 我會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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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個人 要看見 你跟人家 可以看見 我會看見 你一個人 你會看見